为何当年阿西时代,黄毅粉丝量第一,看完你就懂吗? 世界冠军黄毅打各种精彩对决,给大家分享两场 看来是他的罗伯特还有他的猴子,这两个角色挺有耐看度的 发这个波,抵消,旋风腿这个距离不错,卡到一个好距离,只能闪生出来 这一波他也知道对手要闪生出来,直接是跳逼飞翔角打晕对手 实战经验很丰富 刚才这个距离发这个波的时候,发神其实没有什么好办法了,只能闪生 但基本是这么一个闪生一个妙招还被对手给化解了,可见世界冠军功底很强 好,再倒,打点很不错,继续旋风 嗯,你看这个打点很好啊,就刚刚可以碰到你,吃的不深 打鸡头,飞翔角逞 大猪被玩弄于鼓掌之中,还要厚鬼步啊 不愧是上厕所对滑鬼步的男人啊 大猪五强毫无环手续力,哎呀这个跳跌,又踢的这么精准 曾经了哈,这个打点 Baby go 来,这招是没什么用的啊,想要抬关 抬不了关 好,暂地 这次呢,防得不错,切防,中招,哎呀 本来是打不上的哈,然后他对手乱动了,又吃了这一招很配合啊 超杀,啊,直接死了啊 好,咱们点个赞,接着看啊,欣赏完他的罗伯特 我们再来看看他的猴子啊,曾经的猴王啊,靠猴子出名的,靠猴子吃饭的 一个,玩家 拿渣 啊,斜渣,要晕的节奏啊,再继续来 再渣,哎呀,猪屁屁好疼啊,我都说了晕吧 哎,哎,别玩对手,别玩对手,是可杀不可辱啊 好,看这一下 吵杂,来,洛帝,接超杀死了啦,玛丽经不起这么的折腾啊 若不禁风的小玛丽,就这么的死去 这下手握两个气的罗伯特,啊,那个克拉克 打猴子同样不好打,太吃亏了 就一直切房,无从下手啊,这个是啊 走了 敢不敢来,跳 哎,可以,踢的 很准 打猴子的话一般不要乱跳啊 压起身 不好压啊,猴子一飞,完了,突然被扎到 回想脚皮杀 赛又哪拉了呀 好,视频好看,记得点赞啊 观众学习非得六 好,视频好看哦 好,视频好看哦 好,视频好看哦